2023星光電競大賞於四日盛大舉辦 沒想到主辦方邀請了Toyz頒獎給統神 讓不知情的統神當眾怒噴 找一個販毒狗來頒獎 場面一度陷入尷尬 雖然統神隨後澄清只是做效果 但人引起不小的討論 部分網友認為統神沒風度 Toyz犯過錯 難道不值得擁有第二次機會嗎 而一名網友則逆封立庭統神 執言犯錯了當然可以擁有第二次機會 但需要靠自己去爭取 在20年前名人犯了錯 去偏向做公益拿了貢獻獎 才能在媒體前洗白 可如今只要直播道歉 吐槽一下小吃就洗白了 哪有這麼容易的事情 此外網友也舉例 要是今天頒發的是十大青年凱魔獎 是否也能接受有錢客的人來頒獎呢? 算身處地想一想 再來批評統神的行為吧! 我會選擇 還算是要吃虧水 每次的鮪品都要吃虧水 男性都會吃虧水 男性都會吃虧水 字幕提供